贺将军 容大人 请坐 好 请 九龄今天也来了 你的手 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多谢大人关心 容大人 我就不绕弯子了 今日来 是凌儿知道了容玉的事 她想带容玉去五花山 找她的师父 看看能不能解了这个毒 容大人一定听说过 我师父玄天散人 他平生就喜欢钻研怪节 与解毒相通吗 这 玄天散人在医术上 也是有一番造诣的 当年 我舍得让凌儿去五花山 初中并不是为了拜师学艺呀 而是为了让玄天散人 治好她天生的怪籍 我倒是不知道 九龄童年还曾有怪籍 就是 赫某不想再提了 容大人 是 但玄天散人 在医术上确实了得 我想 她一定会治好容玉的 既然有这么厉害的师父 我想九龄 也应该有所剑术 容玉 你 中的这个毒 先是让人呕血 后又让人沉睡 用什么方法 都无法将她唤醒 那你说 是什么毒 会这么地奇特 我 她一个小丫头 在武华山就知道瞎玩 她怎么可能知道呢 容大人 时间都过了这么久了 太医院也束手无策 容玉去武华山的事 还是抓紧时间 赶紧定下来吧 贺大将军 我不同意 为什么 占星馆的人 死 也要死在占星馆 未必会死啊 容大人 这可是荣誉的一线生机 你可不能如此固承 将军莫劝 寒山四一行 我已经追回莫及 这次 我不会再让荣誉离开 容家 已经凋零到 只有我和荣誉了 所以不论生和死 我们殊之以后 都会相依为命 容大人 也多谢九龄 为荣誉着想那么多 如此情深意切 得妻如此 乃荣誉之幸哪 好 爹 容大人想干什么 为何这个时候下批理 容公子现在这种情况 还考虑什么成千 再怎么样也要等他好了 再说呀 爹 你怎么不说话 你真想叫九龄 冲喜去吗 爹 行了 我 公子的聘礼 是他之前一件一件 亲自点好 现在已经全部送至府上 有劳了 嗯 和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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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荣誉 荣誉他怎么样了 你也想他好对不对 你也想他醒过来对不对 和尚 我有办法 我们走 和尚 和小姐 你对公子真好啊 我对他一点儿不好 不是这样的 我以前总是以为 你喜欢欺负公子 可是现在所有人 都放弃了公子 只有你还愿意救他 我相信公子的眼光 我也相信公子说过的 你不会伤害他 你不会伤害我 你不会伤害我 我就是 对不起 不是我不好 对不起 这就是往五花山的方向 他们不会跑远的 快点追 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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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何善 府里师哥追上来了 怎么办 离开大陆 先进禀林 看能否躲开他们 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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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